大家好 又回到我們望向編輯部YouTube Channel 時間 有我來自澳洲的真必詩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亦有來自馬來西亞的大馬Sir 各位好 在節目開始之前請大家為我們三個頻道 望向正向曬冷氣 點讚分享和訂閱 砌抗疫平靜制反望步 好今節我們就說一下 食得鹹魚當然要抵得渴 我們經常說的制裁人也等於制裁自己 美國兩種重要的燃料庫存 在入冬之前降到歷史新低 這個也是因為 制裁俄羅斯的關係 這些變化 可能就令到美國會和歐盟的盟友 為了確保這兩種重要能源的供應 而展開 價格 加價大戰 總之價高者得 這個很正常 國際能源署 曾經警告過 對非俄羅斯的柴油 我們有次節目都說過 這個也是歐盟的一個痛處 對於非俄羅斯的柴油競爭 會異常激烈 究竟是什麼重要燃料 在歷史新低 一 就是柴油 剛才說了 柴油真的很嚴重 二 就是取暖油 他們的庫存 已經到了美國歷史新低 更加 推高了 這些 價格 他們的價格 當然是高 為什麼 這兩樣東西 柴油對工業的重要 貨運更加重要 帶貨車用柴油 農業的 農耕機器 都是柴油 取暖油對於家庭 就是自關重要 昨天的數據也顯示 上星期包括這兩種 產品 燃料類別的庫存 是大概1.074億桶 其實 只是略略高於前一個星期 但是都已經是 1951年以來 同期的最低水平 51年 51年 即是 70多年前 高速公路 入油站旁邊的 柴油 都已經很貴 我們這裏都是 全世界一樣 柴油的價格 比一年之前 升了 47% 美國就大概 每加卵 5.35美金 而取暖油的價格 還次善 升了70% 是對 每加卵 接近6美元 美國的基準 就是西德克薩斯 中則原油 其實 它的價格 同比 的增幅 是6% 其實這是一個充滿挑戰的環境 毫無疑問呢 能源市場很不穩定 現在這兩樣東西的庫存處於低位 幸好過了中期選舉 否則拜登壓力更大 當然 現在的 經銷商都很擔心 都不是 有錢就買得到 這個量都很小 因為始終 沒有了俄羅斯柴油 是很糟糕的 柴油庫存 減少的時候 其實它的 需求 也是穩定 而且之前 對 歐盟的出口是增加的 也是抵消了 目前受到制裁的 俄羅斯供應 就是俄羅斯柴油 在歐盟範圍 再說一次 歐盟範圍 因為其他地方對它出口 抵消了一些俄羅斯供應 我們預計 美國的庫存 的壓力 在冬天更加會強 到時 歐盟對 俄羅斯 海運原油的制裁 將會在 12月就開始 正正式開始 並且 在2月份會擴大 對 精煉石油產品的制裁 這些變化 其實 很多美國的報紙都擔心 成不成功 大家兌買 大家出價 哪個供給哪個買得到 好像在制裁自己 沒錯 這個標準普爾 全球商品 經濟分析師 Josevic 他說如果 俄羅斯柴油的供應被撤斷 所有人 都會變得很緊張 沒辦法 你們搞 制裁他 但是 誰都不知道 將來發生 不過 一定會變成一場 誰 這個也廢話 誰出得高價錢 誰得到 柴油的競爭 誰不知道 老闆 拜登的官員也說 現在我們正在應對付全下降 所有選項都已經放在 拜登總統的桌面 包括什麼 之前說過的 限制出口 要知道其實 很多美國的能源企業 為了賺錢 賺到盡 將 產品出口到歐盟 雖然 之前 拜登政府說 你們留在 美國本土也好 結果沒有人理他 這個很簡單 雙人無祖國 價高者得你差得你 受到 那麼堅挺價格的吸引 一些貨主 原本 本來 想運到歐盟的國際柴油貨物 就是 現在美國 為什麼 他們看到付全低 就運到美國東北部 多厲害 一看到你付全 就馬上轉 真的是轉軚 是轉行 把 航道轉了 就運到美國東北部 好像總部位於麻省的 Global Partners 他們就是做這些商貿 他的CEO 雖然庫存 本身可能很低 但實際情況是什麼 就是市場的定價方式 會吸引來自全球的 柴油產品 他這家公司經營著 石油儲存中端和加油站 所以 他又知道 現在付全低 賣家就知道你付全低 你肯定好需要我的東西 在美國那些人未出口之前 或者未出手之前 他已經 運到近你家門口 這個真是厲害 那些商人真是厲害 知道你少的時候 你未出口 他知道你肯定找他 運到你家門口後 即到 即到 沒有周到 有付錢的話就馬上有了 謝謝 盛惠盛惠 盛惠盛惠 還有你想想 如果是這樣 歐盟那邊會怎樣 歐盟那邊說 我們的價格更高 他又開始運到歐盟那邊 健鋒轉坨就是這樣 沒錯 健鋒轉坨就是這樣 健鋒轉坨就是這樣 因為柴油就是美國工業和建築 還有貨物運輸的關鍵投入品 歐盟也是 美國國內的石油供應 受到最近幾間煉油廠關閉的影響 其中 費城的煉油廠 其實在美國的東海岸 一產量都很厲害 是33.5萬桶 是一個大型煉油廠 根據 美國能源情報署的數據看到 截止到 這個是去年的數據 因為今年還沒有計算 其實 美國的原油 煉製能力 都很厲害 是 平均每日 1790萬桶 是2014年以來 最低的水平 為什麼最低水平 因為不夠 雖然這個數字很厲害 另外 現在最 突出的就是 強勁的產品需求 始終疫後 就算現在經濟不好 都是 這些經濟的活動 都是比疫情 那時候是好一點的 需求那麼強 以及 那麼低的庫存 以及美國煉油廠 相對於全球競爭對手 持續的能源成本優勢 其實 依然是支撐著 煉油的利潤率 有得 賺的 每個人都賺到盡 所以 各大的 消費企業 都承認 一件事 就是 柴油價格的上漲 不用承認我們都知道 就推高了物流的成本和產品價格 不用承認我們都知道 哈哈 難道跟我說 柴油我們都承認了 價格升了 不關你們消費者的事 我們都承認了 當然不會了 其實我們就預計 柴油價格將會在整個冬天 都相當堅挺 所以 這樣對於美國整個國家的通脹 確實是有連鎖反應的 其實還有 農民都受到 很大壓力 抽收的時候他們感受到壓力 因為 你的機器是用柴油的 好像來自亞洲 農業局的主席 就叫做Brad Johnson 約翰遜 他就說 柴油那麼貴 簡直是蠶食了我們農業的盈利能力 在某些情況下 實際還影響了生產力 美國能源情報署 昨天就說 今過冬天 使用的取暖油 剛才那些柴油 取暖油當然也很厲害 取暖油 真是麻煩 其實各個家庭 將會 比去年多給45%的費用 超過500萬美國家庭 是用取暖油取暖的 其中絕大多數就住在新英格蘭 和中大西洋地區 這些人 也只能勒緊褲頭 不過說真的 有那麼多不好的消息 但也有一條 稍微好一點的消息 稍微好一點點 究竟是什麼消息呢 就是糧食 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剛剛宣佈 俄羅斯已經同意逐簽 跟烏克蘭 土耳其 還有聯合國的糧食 運送安排協議 就允許 烏克蘭的 農產品 通過黑海地區 出口到世界各地 古特雷斯 也說 這個是大家努力的結果 他就歡迎各方同意 續簽 實施烏克蘭糧食倡議書 烏克蘭總統 薩尼斯基 原來也發了推特 就說 糧食出口協議 將會繼續 並且說 這個是 全球對抗糧食危機的重要決定 俄羅斯方面 沒有宣佈這份協議 沒有宣佈的 原來 我們節目出現時18日 本應該就到期 17日就簽了 算是可喜可賀的 可喜可賀 當然 他 你覺得是無奈之舉 還是 讓一讓世界 因為他要和談 要吹個和風出來 我相信這個也是他這樣說 是 可能是和談的 一個 一個叫做好的 對 習生說 創造體口精 我也覺得是 我也覺得是 這樣的話大家都有得談 等於又是把皮球拋回 澤利斯基 等於把皮球又拋回 澤利斯基 俄方那裏可能看得出 看穿了他死都要硬撐 怎樣他要撐 他就一退 那裏的壓力就越來越充 沒錯 其實現在的火戰爭 當然是對全球的供應鏈造成嚴重破壞 西方 針對俄羅斯的制裁 是繼續 而且 我相信將來還可能有其他加碼 俄羅斯 他們最大的 還擊的利器是什麼呢 就是能源 還有 還有一件 就是 除了柴油 包括柴油 其實還有很多東西 他依然是可以用的 就是 化工 原材料 和 化肥 這件事他又很厲害 是不是 如果 要記住 現在如果 化肥和化工原材料 不供給全世界各地 全球各行各業都會感受到這種 影響 尤其是農業 農業除了都很嚴重 柴油又貴 還有 化肥又貴 化肥真是好 印度真是好東西 印度又是買了很多俄羅斯化肥 好東西好東西 我們看到 能源密集營工業 的企業 其實在歐盟就有很多 好像 化肥生產商 其實打擊就最大的 就算俄羅斯 他 叫做 他不提供化肥 有些人就覺得 我們自己生產可以 但是你知道生產化肥最重要是什麼 原料 天然氣 哈哈哈 還有其他電力 在全世界 在很大程度上 依賴俄羅斯的能源和原材料 也是為食物鏈和全球 產業提供動力 雖然 俄羅斯 烏克蘭 和倫國 俄羅斯 在全球的GDP當中 其實是 三個國家加起來 都不夠全球GDP總量的3% 但是 他們在糧食 擴產 化肥 能源 這些方面 其實 這三個國家 都可以說發揮 舉足輕重的作用 俄羅斯 是全球化肥 和 核心零件的主要供應國 佔全球 硝酸安市場的45% 加肥18% 全球輪肥出口 14% 全球最大的 淡基礦肥生產商之一 羅威化工 這個CEO也說 在俄羅斯出兵烏克蘭 之後 俄羅斯 真的對全球的化肥供應 是很大影響 因為他們都要買一些俄羅斯的原材料 所以 現在對俄羅斯制裁 也是 迅速而破壞了 歐盟自己 製造化肥的能力 在澳戰爭之前 全球 化肥供應 就因為新冠曾經停過產 勞動力短缺 以及 一些需求的波動 已經是 很辛苦 當然 價值鏈的整合 這個整合程度 令人難以自信 當你看到地圖 原來歐盟國家在哪裏 俄羅斯就在哪裏 資源就在哪裏 即歐盟國家在那裏 俄羅斯的能源提供在哪裏 俄羅斯的能源提供在哪裏 其實他們的資源就是 在那裏 這條 這樣的 鏈條 已經建立了幾十年 即使 在 冷戰最寒冷的時期 這些產品一直都是流動的 所以企業 就可以營運的 但是一切一切都改變了 就是因為俄羅斯的戰爭 雖然 沒有人對 來自俄羅斯的 糧食和化肥 它是沒有制裁的 你記住 糧食和化肥 沒有國家是有制裁令給它 但是 西方國家已經表示 戰爭切斷了烏克蘭糧食出口 而莫斯科學就指責 制裁 就令到 俄羅斯的化肥和糧食 運不了出來 因為 很多公司就怕 有什麼 觸犯了制裁 規例 我們很麻煩 不能做生意 所以直接就不營俄羅斯的化肥和糧食 俄羅斯 特別軍事行動 和西方的制裁 其實是迅速阻斷了供應商的供應 而俄羅斯 暫停向 歐盟國家輸眾天然氣 也導致 能源價格飛升 能源價格飛升 他們製造 化肥的能力就會降低 生產淡 和安 等等的 化肥成份 需要大量天然氣 所以沒有天然氣 托嗎 你有這樣的生產能力 沒有能源 有些機器都開不動 天然氣 究竟佔成本多少 原來天然氣在歐盟國家當中 就佔生產化肥 成本的80% 但是今年以來 歐盟的天然氣價格已經升了200% 在8月份也達到創紀錄的新點 雖然 之後各個國家 都在建立他們的庫存 天然氣批發價格 都有所下降 不過很多歐盟的化工企業 他們 都要停產 減產 或者裁員 來應對這個動盪 其實歐盟 已經損失了 大概一半 安的生產能力 33%的淡肥 業務也是損失了 這個地區有超過 三分之二的化肥產量 是被削減的 出於經濟的原因 其實 噸真的沒有八分 有些巨企 更加要削減 65%的 磅生產 用 我們計算的數 生產一噸磅 大概就要3000 萬英 熱量單位的天然氣 所以 如果俄羅斯 用2元 美金 去買天然氣 俄羅斯 生產鋅的 成本 大概是60元美金 但是這樣 是跟其他國家形成鮮明對比的 你知不知道 生產同一量的 鋅 在俄羅斯就是60元美金 其實 在這個 在這個歐盟 可能就要 1000元 現在這個時勢因為太貴了 所以他們為何便宜得那麼厲害呢 因為他們能源多 當然現在天然氣價格是下跌 但是 究竟可否 跟以前有得揮呢 當然沒有 當然沒有 現在 美國總統拜登剛剛過完這個中期選舉 你說他是不是安全 我覺得暫時都安全 但是 始終過冬 都是 一件大事 你不要忘記 現在你剛剛過了中期選舉 中期選舉你說算得算不算好 老實說 我覺得他算得算是這樣的 之前真的對他沒有什麼期望 選成這樣其實都是 超過很多人的期望 有少許 尷尬的優勢 是 尷尬的 不是多的 你說得那麼溫和 他是 參議院有優勢 但是 眾議院剛剛確定了 已經是共和黨下來 不過這個 都是我們預料之中 都是我們預料之中 反而他保置參議院 就是預料之外 哈哈哈 哈哈哈哈 阿Joe 當然阿Joe 他應該會 選擇 連任 總統的選舉 但是 對面對家對家 這個德桑蒂斯 其實我覺得特朗普 都出不了 第一 沒有梅鐸的祝福 沒有傳媒大亨的祝福 甚至是跟他交戶 第二 德桑蒂斯 就算沒有梅鐸幫手 勢真的比特朗普好 我 剛剛做節目之前 我看了他 一個演講 他有笑差 特朗普說 你的聲音很難聽 你知道嗎 沒有人想聽到你的聲 其實他的氣勢 有些許似當年 特朗普剛剛出來的時候 當然 新人送救人 這個也正常 好 今次節目時間來到這裡 多謝各位再見